对 结婚之后 这个跟婆媳的关系 还稍微有一些谎和了 因为这个 我自己感觉 可能跟孩子有关 因为虽然自己身体 你有孩子了 对啊 你不是那个没有知觉 我曾经去咨询过医生 然后医生说 像我们这种情况 其实还是可以怀孕生孩子的 只是我们承担的风险 可能会比健全人要多一些 然后这个就是当时 我生我大女儿的时候 因为第一 她确实是也遭了很多的罪 大女儿 我有几个宝宝啊 两个 厉害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耽误 其实挺危险的 生我大女儿的时候 在家里养水就破了 因为那个时候 离预产期还有20多天 大夫说如果马上抛的话 可能孩子太小会有危险 然后就给我 就做了一些保胎的措施 然后一直在医院躺着 我记得特别清楚 到2009年的3月7号傍晚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宫缩了 因为那会儿我不懂什么叫宫缩 就知道肚子硬 然后肚子一硬就心慌 大夫说这叫宫缩 可能要保不住 然后就又给我上了胎心监测 大夫说不行了 咱们掏吧 因为胎心都已经开始有点弱了 就当时我也是之前听朋友说的 可能打麻腰会对孩子的大脑 有一些损害 然后我就跟大夫申请 看能不能不给我打麻腰 因为我觉得我肚气以下没有知觉嘛 然后大夫说可能还是有些顾虑 他担心 因为我可能会深层 他会有一些切拉的那种痛感 他怕我受不了 他感觉还是没有痛去 他切开的时候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当孩子从肚子里往外撑的那一刹 我就觉得当时头嗡的一下就大 然后就听见旁边护士说 什么血压升高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信念 我就想 这个孩子只要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我做什么都值得 我就一直忍 所以其实你害怕 我害怕 他都没多害你害怕 对 还有一个小沙群 然后孩子护士给抱出来以后 就是我岳母跟我母亲 把孩子抱在那个病房上去了嘛 她在这个还得等会儿她 我进去好像有几张表让我签字 旁边是她的床 蒙着这个大背绿色的背 然后这大夫让我签字签字 然后我也是担心啊 我说她这个 我说她什么时候能醒啊 我说她不是因为打麻药吗 她在这你说那种 昏昏昏昏的一个楼道 她在旁边 我就没睡 给我下了内疾 差点没跳进来 真的那时候 大夫也乐了 她就说 你老婆说 申请不需要打麻药 是不是你觉得你老婆 特爷们那感觉 绝对爷们 本身她就爷们 她肯定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你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 我负责 是什么样 打着就打着呗 你干嘛后来又 怎么又生了个小女儿呢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吧 我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素质 都不太好 然后因为生完了我二女儿 没出月子这一个月 几乎一直在发烧 然后每天都要熟夜 最后差三天出月子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心脏的原因 就进了抢救室 差点没命 就当给我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的血液已经升到三十五十了 就直接被推进抢救室了 但是可能因为我命大吧 就命不该绝 然后成功地就闯过了这一关 但是虽然这一关是闯过去了 可是后来因为要带孩子 长期抱孩子喂奶 不能久坐嘛 但是抱孩子没办法 只能坐着抱着孩子喂奶哄孩子 到我小女儿快一周岁的时候 就又一次严重的乳窗 又被 乳窗这个东西 很多人会认为啊 反正死不了人 其实乳窗很恐怖 但真的 烂到看到骨头 对 我两次都是已经骨头 第一次骨头都黑了 然后第二次骨头露得那么长 所以说这个 就是当时觉得 其实反过来想想 我第一次得乳窗的时候 内心的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感 真的没有那么强烈 可是这次我觉得因为 自己可能做了妈妈 就有了做母亲的那份责任感吧 而且我需要 每个母亲都希望 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然后能多陪伴她们一些 就面对这次的死亡 真的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